蔡政府執政七年來 幾乎每一年都有特別預算 我手上這個板子已經有超過 超過七年已經有13項特別預算 金額超過兩兆四千九百六十六億 特別預算常態化 財政敗壞 我手上這個數字是財政部網站上的統計資料 到五月底預算數中央政府的債務是六兆五千七百二十二億 到明年五月會超過七兆 會超過七兆 也就是剛剛多元人講的 國在中從一百零五年十二月的時候是二十三點二萬元 到今年五月已經是二十七萬 在蔡政府執政七年來 債台高主債劉祖孫財政敗壞 但是我們看看選舉又到了 他又把大傻幣的這些動作提出來 我手上這板子是 然後這個問題 在上一屆要選立委的時候 我把他做統計資料 當時 行政院花了政策买票 总共有28项 金额是5333亿 28项超过5000亿的政策买票 第一项 行政院拟109年正列 长照特别客组 22万元 税收损失是20亿 另外要汇除印花税 损失是120亿元 另外包括0到6岁国家一起养 他说0到6岁国家一起养 金额是400亿 另外有关五阳高价 延伸到头份耗资750亿 当时为了2020的选举 开了政策资票 政策买票超过5000亿 最近又来了 最近又来了 这两天讲的是 有关市立学校 刚刚宴席为讲 每年补助 25000的学会 陈建仁正夸张 高中指美学会 我们问问赖清德 你当院长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做 为什么选举到了时候 才想到年轻朋友 所以国民党质疑赖清德 也质疑蔡政府 年轻选票跑掉了 年轻选票跑掉了 急了 所以国民党团在这里 强力谴责 赖清德 也强力谴责蔡政府 大傻逼 大傻逼 到时候政策买票 财政败坏 债留祖孙 国民党还是奉劝蔡政府 拿出具体的办法 改善青年低薪的情况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记得很清楚 106年的12月28号 蔡英文特别开记者会 她说107年 要改善年轻低薪的问题 她说107年没有改善 对不起年轻人 今年已经112年 蔡英文总统 蔡政府 你们真的对不起年轻人 请拿出具体的办法 改善青年低薪的严重问题 青年低薪的问题 已经是国安层级的问题 请蔡政府赶快拿出具体的办法 改善青年低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蔡政府过去在强调 这段期间的经济发展 但是这段期间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都是少数的企业家独享 赚的钱 都被企业赚的钱 几乎都被企业家拿走了 所以蔡政府执政 七年来 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请蔡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让经济发展的成果 归全民共享 不要选举到了 只会 撒币 撒币 大撒币 谢谢